我是趙少康 歡迎你回到 向選民報告的現場 那剛剛提到玉木鳴跟宋楚瑜 不過 玉木鳴今天講了一句話 就是如果宋楚瑜為了迎合 李登輝的氣麻寶臺 把蠻久拉下臺了以後 宋楚瑜問 玉木鳴問宋楚瑜說 你們不是常常都說 你是金國先生的子弟嗎 你怎麼對得起金國先生 來 葉虹兄 你覺得這句話 宋楚瑜聽得進去嗎 聽不進去 宋楚瑜現在管他 什麼金國先生 什麼蔣宗正先生 還有什麼李登輝先生 我覺得他自己出來選舉 也不見得是配合李登輝 要把蠻久拉下來 他本身就要把他拉下來 那我如果選不上 我自己選不上 好歹也要把蠻久拉下來 在這種情況下 還有什麼金國先生 不金國先生 完全就是他自己個人的意志 今天聯合報有一個社論 這是很多人的問題 宋楚瑜意欲何為 文言文 宋楚瑜要做什麼 白話 白話一點 大家不要看得懂 宋楚瑜要送下了 他裡面 我們不仔細一點 他裡面大概講了四點 宋楚瑜為什麼要選總統呢 不外四個 他說第一個就是他想當總統 第二個親民黨黨團 想要能夠成立在立法院 第三個想當行政院院長 或是海基會董事長 第四個就想拉下馬英九 幫助蔡英文當選 就是他認為不愛這四個 不過他也講說想當總統 看起來蔡英文的選票他認為 他認為起碼大概在45% 現在卸長就拿到42% 理論上蔡英文不會少於42% 認為他以目前的聲勢 起碼45% 那蔡英文拿45% 宋楚瑜要當選 那宋楚瑜叫45.1% 或者46%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馬英九幾% 馬英九是10% 不到10% 馬英九只有10%的時候 宋楚瑜他會當選 那以目前的態勢再怎麼看 雖然馬賽接近接近接近 等到我們看我們民調也接近 但是說馬英九拿到10% 或者只拿9.9% 看著不太可能 所以他的意思說 他想當總統 但是看起來不太可能 對不對 那不可能就在立法院 成立親民黨黨團嘛 所以就認為說 其實宋楚瑜現在唯一 我認為他有正當性 就是說他的選舉 可以母雞帶小雞 讓親民黨立委的得票提高 我覺得如果這樣講 你很難去否定他 這個好像人家是 有一個黨團想要成立嘛 那不過呢 聯合報社會員要問說 到底他的參選 是母雞帶小雞 還是母雞才死小雞 因為有的時候 這個要怎麼運用 運用得好 也許可以生死拉臺 運用不好 但如果很氣他 那搞不好票不投 也不一定 我覺得目前是母雞 旺的小雞 好吧 那第三個 當行政院長或海際會董事長 那當然聯合報社會員也問 就是行政院長 如果以宋目前的表現 不管是馬英九或蔡英文當選 真的敢用宋楚瑜當行政院長嗎 宋楚瑜就這表現 以後沒有人敢用他當行政院長 那海際會董事長 那對岸會同意嗎 以宋楚瑜的表現 我沒有我的意見 就聯合報社會員問 我把它簡化 等我們來討論 那另外就是要拉下馬英九 幫助蔡英文當選 另外他用了一句 他說是綠營名嘴講的話 他說難道宋楚瑜要做 藍營的汪精衛 綠營的吳三桂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新聞 你的歷史定位的悲劇 才剛剛開始 我今天聽到幾個藍綠的朋友 在學校裡面 用一個很不好的比喻是 說藍的認為你是汪精衛 綠的認為你是吳三桂 慘 真的很慘 我搞不好講那話宋賢會告 跟吳三桂有什麼不一樣 角色扮演的狀況不一樣 一個是開城門引清兵入關 一個是跟對手合作 基本上這個東西 我想宋賢要小心 選贏選輸一回事 歷史定位 那是一個永恆的烙運 我剛剛聽到這個嘉欽在抗議說 不是綠營名垂 這個如果這個說法成立 那宋楚瑜如果是汪精衛 那馬總統不就是末代皇帝 崇禎呢 那如果說這個他是吳三桂 那馬英九是什麼 就是崇禎嘛 另外一個是 我剛剛講錯說 如果宋楚瑜是汪精衛 那馬英九是成為末代皇帝 溥儀 也就是我們金普聰先生的這個阿公嘛 還是什麼 這個祖先 那如果宋楚瑜是吳三桂的話 那反過來講 馬英九不就是這個 崇禎嗎 去吊死在梅樹上面那個崇禎嗎 這樣的比喻本身 其實對馬英九都是一個不當的傷害 如果要從這個角度來講 然後這位所謂的名嘴 我們現在已經不要講他這麼藍營綠營 他只代表他自己 那我是覺得說 與其一直不斷的討論 這個宋楚瑜怎麼樣怎麼樣 我其實覺得非常奇怪 剛剛這個 這位名嘴所參加的節目 過去是非常支持宋楚瑜的 而且曾經在2000年的時候 不斷的力捧宋楚瑜 還砲打連戰 我都還記得當時的話語 歷歷在目 結果今天全部翻轉過來 其實這八年宋楚瑜做了什麼壞事嗎 做了什麼錯事嗎 為什麼他會被今天打成這個樣子呢 難不成就是因為他要跟馬英九競爭而已 他就變成一個所謂什麼歷史罪人 我是覺得這樣講有點太嚴重了 宋楚瑜先生其實參選 很多人都說是綠營要餘翁得利 我們到底得到什麼利 我到現在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我們看這個民調 從之前一個月前就可以看得出來 不管TVBS 不管中職 不管聯合報 乃至於這個很多的各家媒體 做出來結果都說 三組的時候反而說句 這個差距是拉大的 所以這個邏輯如果成立的時候 為什麼宋楚瑜參選會有利於民進黨 根本就不利 所以我一直堅持我的看法說 宋楚瑜的參選反而是有利於國民黨 這也是為什麼非常多的藍營的人士 不斷地要破這個局 要讓宋參選到底 而且我老實講 玉慕明先生是新黨的主席 他相當程度的了解了 親民黨的宋主席 他越這樣子做 其實是越激他 越激他 老宋的個性就是湖南人 我又就是你越激我 我越氣我就是堅持到底了 這有退的空間嗎 所以所有人在做的事情 跟他所講的話 剛好都背道而馳 這件事情如果大家真的 好好深思去看的話 你會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一齣 這個 我不知道什麼 黑色喜劇吧 我們休息一下就回來